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 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人间姻缘要继续 就是我们从上一周的星期一 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是 人间卫士制作的 由照亮的这一首音乐专辑 本来是献给师父 90岁生日的时候的献礼 每一首歌好好听 而且歌词好美 把师父不同的阶段 都把它写下来 编成一首首的歌曲 当然这次因为师父缘辑 所以人间卫士就再一次 再整理 就是配上照亮专辑里头的歌曲 然后配上师父的 这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 不同的画面 上一周是成长的人生 第一个时期 成长的人生 今天就是第二个时期 那是学习的人生 其实我都想 人间卫士真的 不管人间卫士也好 人间福报也好 其实我都觉得 大家对于这个文化 应该要去 也是支持他们 肯定他们 要去订阅他们 像我看人间卫士 我有订阅 所以他这一首歌曲 播放的视频里头 他有一个说明栏 再点下去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他还有更多内容 你再点进去 有保 其实里面就是把师父 这所谓的第二个学习的时期 一些主要的段落 就帮我们重点归纳了一下 尤其那个时期 真的如同师父说的 他这一生 是生于忧患 长于困难 那是一生喜悦 这师父在讲他的一生 所以这个学习的阶段 其实是蛮辛苦的 各位过去 你不管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那种有理 无理 你都要接受的 那种棒喝的教育 而且也不会因为 我们师父是师公的 唯一弟子 然后就有什么偏袒 爱护 都没有 反而是给他 更多的这种要求 比如说 送去读佛学院 我们的师公 自开上人 就会拜托那些老师 对他严格一点 就是要去调教他 不要宠他 这样子 要送去受戒 我们师公 又去拜托戒师 要给他最难的 这些 所以这些种种 包含师父 就是那个时候当沙咪 病 这唯一的徒弟 一般来讲 而且他其实很庄严 又很乖巧 很聪明 应该老师都很疼的 但我们的师公 并没有因为这样 就给他 好像春风雨露 这样子去爱护他 反而就觉得 像师公讲说 你什么都没有 你这么困难 师公说 我拿我喝茶的 那个茶叶的钱 给你 你都用不完 但是我就是不给你 你以后会明白 师父就是成长在那样 困难的学习阶段 现代来说 如果让年轻人 看师父的传记 就像我在有一次 遇到一个本地的洋人 他看英文版的 师父的传记 传灯 翻成英文 他回来之后 他怎么讲 他就是说 这是真实的吗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有人 做到这样子的 他觉得那个是 编撰的故事 他一回来就说 这不是星云大社传记 因为不可能 有人这样子的 但是 原原本本 实实在在 就是这样 所以 我说 那个 人间卫视 他那个说明栏 你再点进去 他有个更多内容 点进去 分这些 讲到师父 对于那些 有理无理的这些 都要接受 对于种种困难 那个时期 师父说 他写一封家书 从这个年头写了 到年底 也没有寄出去 为什么呢 没有钱 就是这样 但你说师父 后来有钱 慢慢的 就是 有了一点钱 可以 好像 买一支笔 是不是送给需要的人 买一双鞋 看到谁 鞋子破了 他自己没有鞋 他把鞋送给人家了 好的 还是一样 师父说 他就习惯了 习惯没有 因为本来就没有了 所以多出来的 那个人需要 可能比我还需要 就送出去 师父就养成了 这样子的习惯 我想这些 应该是师父 说 就告诫 告诫我们弟子们 说要让自己 当平生 要让自己 平无立罪之地 最后 退到什么都没有 最后 只剩下法 那个时候 修行就可以成就了 我们从师父身上 得到的 学到的 很多很多的宝 当然讲来惭愧了 我们现在依赖的东西 还是太多了 但总之 一次一次的 通过我们的 早安佛光 说是 给大家看 其实我们也在学习 再一次重温 师父的教诲 所以这一首 第二 第二时期 人生的 这个叫 学习的人生 从 讲起来就从 11岁到20岁 我们实在是 找不到更年轻的照片 这张 应该在 20出头那里 拍的 师父好庄严的相片 当然这个中间画面 会看到有一些 大概 我忘记是 应该是30周年的时候 当时拍了 这个佛光山的 这个纪录影片 有关师父年轻的画面 就有几个弟子 像 慧浩法师 你们看到 那高高的在那比的 那是慧浩法师 另外 骑脚踏 现在骑脚踏车 或者是 再更早 看到他当小沙咪 在插地板的 那是慧浩法师 就由弟子去扮演师父 那总是一个代表 但其中也会看到 就是说随着这一首歌曲 在播放的时候 也会看到 师父竟然穿着 好像南传法师的袈裟 也像佛陀那样 或者行柱坐卧 这个示威仪 可以看得到 师父打坐 师父吉祥卧 师父好像在行画这样 师父很崇拜佛陀 可以这么样讲 就是师父说 他第一次到印度的时候 去朝圣 到了佛陀的圣地 到了这个行程 大家说 要出发 要离开了 师父那个时候 说他真是 他宁可 他就死在那里 他就是舍不得离开佛陀 这样子 所以 讲起来 师父的一生 是非常的 怎么讲 他的跌宕起伏 但是却带动了 整个人间佛教的发展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学习的时期 怎么样的磨练 养成了一个生青年的生格 我们当然欣赏这首歌 不过我只是提醒大家 昨天是我们 波泰华佛光山清明法会圆满的 我也在看 我中午讲了一段 开始下午 圆满的也讲了一段话 最后我就提到 这个各项的人间学院的班级 就这个佛学班 禅修班 各项禅义班 等等的学习 清明法会后就要开始了 这样 那这也是学习的人生 所以很希望说 我们在看师父 他成长的人生 他学习的人生 到他参学的人生 一直到慢慢慢慢 这样带动起来 其实这是师父的人生 那我们的人生呢 又如何呢 希望通过每个星期一 这几个时期 十个时期 我们一起一起这样看 同时也帮助我们自己 省思一下 我们的人生又当如何 好了 仅供参考 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一首 这个各位一听 这个唱的这位老师 李 不是李连杰 李永杰 李永杰老师 我听说他是模仿 费玉清先生在演唱的 这个我都觉得 费玉清的歌声 好像是天人才有的 就像邓丽君的 天人来的一样 那总是呢 他学的好笑好笑 所以他来唱这一首 袈裟的一角 各位觉得仿佛 好像是费先生在演唱一样的 真的听了 这个中间歌词的优美 那个过程呢 其实是不容易的 总是呢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 要感谢 仁君卫视 我们制作的这一首 照亮专辑的 这个袈裟的一角 我们一起欣赏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我十二岁出家 就是从十一岁到二十岁呢 我把它定为啊 学习的时期 可以说 舍佛们的准致的教育 不准看 不准听 深山古寺的丛林 悠悠岁月 不叫也是圣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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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阔念诵的金刚经 说要读尽一切的众生 拜阔念诵的弥陀经 说有一个没有苦难的净土 拜阔念诵的金刚经 说要读尽一切的众生 拜阔念诵的弥陀经 说有一个没有苦难的净土 飘飘然的家伤 是他出世拥有的海洋 飘飘然的家伤 是他出世拥有的海洋 前进一落伤起下 远离慈母温暖的怀抱 为追求家伤 出世的洒脱 灯下的少年 灯下的少年 用调水淡沙的苦恨 用尽与沉默的收敛 一天一天用双手双脚 把自己雕塑成 如菩萨的柔软 一天一天用双手双脚 把自己雕塑成 如菩萨的柔软 一天一天用双手双脚 把自己雕塑成 如菩萨和柔软 一天一天用双手双脚 把自己雕塑成 如菩萨和柔软 如菩萨和柔软 从林中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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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绑和停成 慈悲的叮鸣 心存一世 一世又一世 如星星月亮太阳 永恶永恒的奉献 如星星月亮太阳 一世又一世 奉献回馈报恩 飘飘然的家乡 是他处持悠悠的海洋 飘飘然的家乡 是他处持悠悠的海洋 外婆念诵的金刚经 说要读尽一切的众生 外婆念诵的弥陀经 说有一个没有苦难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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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念诵的金刚经 说要读尽一切的众生 外婆念诵的金刚经 说不再会 要读尽了 听说要读尽一切的众生